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這個背心情 因為我們設計的生平 所以它出來比較晚 所以很多人還沒有看到這個題目 這個活動之後還會繼續 看有沒有可能跟363公民 來繼續合作 把他們做的研究創意的東西給拿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未來台灣 再來面臨2016的政權轉移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是很多實行 經濟的問題 財政上的問題 租稅的問題 或房市的問題 年輕的問題 這些都不是 只是透過支持某個政黨就可以解決 而且我們也看到 我們現在台灣社會 可能需要更多透明 公開的那個政策上面的討論 然後讓公民可以去參與 然後大家提出可能的意見 才有辦法去改變 未來台灣的社會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開心 就在資格飛行丘 跟393公民民談合作 好 大家可以來 剛剛請問一直想到重量的什麼 我們三個不約而同 都摸摸自己的肚子 我想在我們的債務 某個程度就會變成中年人的肚子 你的肚子越來越大 你的債務越不越大 對你的健康 對整個經濟的環境 恐怕都是一個負面的因素 我先自我介紹 我叫神經濟 我在青海基金會擔任副執行長 我有一個好心的工作 包括在行政界智庫擔任主任 然後我也在副方人壽工作 我在副方金控 副方人壽跟副方財務保險 擔任努力同事 那我的財政經驗是 我以前在雲林縣政府當過財政局長 後來改名叫財政處長 那如果大家有在STUDE的話 雲林大概緊接在苗栗以來之後 大概準備要破滅吧 所以以前我在雲林的時候 狀況還沒有那麼惡化 但是雲林的朋友都說 我是雲林一些欠險欠最多的 欠了260億 然後剛我們在吃飯聊天 我都會在一起欠褲子票 都蓋我的帳還蠻恐怖的 那就是蓋沉井季 憲庫支票帳 那一天蓋了多少 我只有銀行關門之後才會看到一張報表 但是那個支票都已經開出去了 那你沒有能力兌現 那就是接下來就是我的事了 就每個月要去調度 不多啦一個月光 風溫員的閒子大概6億 然後常常缺貨幾億 那我就想辦法去大附給他 那我不多說這些廢話 我先介紹兩位 先介紹我右手 比如黃崇哲博士 他以前在宜蘭縣 武蘭恩或成人署長 那他去當地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雲林了 那時候我就想 宜蘭比雲林還糟 我一定不要告訴他 我沒有興趣 這樣大家都有窮現的經驗 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不過我必須想 崇哲在宜蘭縣 成人署長的任內 他讓宜蘭沒有再更化 所以讓苗栗賭占老頭 宜蘭沒有突破 苗栗的障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宜蘭這幾年 財務調度海鮮做得出來 那 那苗栗當然就出事了 那崇哲大概這幾年 離開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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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以這些雄縣怎麼發展 這些雄縣在財政不好的時候 怎麼調度 怎麼靠著融資啊 貼線啊 這些去做出來 還有很多的心得 等一下 應該也有機會 跟他再多溫一點 再來 華俊群 華老師 華博士 他現在是革命科大的教授 他對像不動產 如何實價課稅 無論是財產稅 如何實價課稅 或者是所得稅 如何實價課稅 他都有很多 很多信仰 也參與了蠻多 公共部門的政策討論 他是很重要這方面的 語律的領導者 那 我想 我先簡單講一下這幾個 介紹這幾個人 那我大概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我發現為什麼財政問題 現在大家越來越關心 因為我的結論是 我們不得不擔心 因為以前都講債有子孫 也就是說 我們把債比有給子孫就好了 如果這一招有 那他們也有 我們也有給下一代子孫就好了 可是我的觀察 我一直在講 但是越來越像是我的觀察 我們就是被再有的那一代子孫 我們沒辦法再往下地點 有幾個事情我們都被迫面對 一個就是年金 年金可能會打 而且在我們可預見的家欄會打 軍保盆先打 公教的再來會打 老保盆什麼時候會打 會破產 會入股復甦 我們就背後繳更多的保險費 那 等到我們退休的時候 可能會打 可能已經打 或者是贏了就更少 可能就失去那邊的保障 安全 那同樣在政府財政這一塊 我們都以為政府不會打 但是苗栗 窮到連工人員的薪資都拉不出來 那他們為什麼會做到這種程度呢 因為工人員自己發泄水 跟自己都出現問題的 那個財政真的就是出問題的 所以我必須講究說 我們的財務的狀況 特別是債務的狀況 已經嚴重到一個 我們都必須一起去探討 未來的怎麼辦 那這有好幾個原因造成這些結果 那我們實際關係 我故意最初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處理財政的這些問題的方法 比如說苗栗 他必須的報復出來要怎麼辦 他唯一的方法還是老招嘛 以致貿糧嘛 或者去把下個月 商務車票給我的錢先借來用 反正他是一般性的入罰 你商務車票給我的錢先借來用再做 那這種遊戲呢 總是會有 資金調度又出問題的一天嘛 所以剛剛那個執行長在講說 那一本十月又 商務調度又很緊了 所以他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解決這些產生的問題 好 我想兩位等一下都會有很好的 那我必須想請你們想好一下 等一下問他們什麼問題 因為這兩位很多事情的看法 我們不問他們一些激烈的問題 讓他們查出過的話 實在是太可惜了 我們三個都在合理合約 這種重量級的肚子 才會在碰在一起 那時間關鍵 我就不再用兩位的時間 是不是先請同國事件來 請問你 請都請問他 我從來都很羨慕青霆臺 因為他們有衛生經濟 因為基濟呢 在我跟他认识大概5、6年这样子 我看到他对于职务政策 特别是从个案到总体 那各位都知道经济有个体经济学 从来经济学 那我觉得经济他在个案的部分 还有我们家整个政策 这个部分相当的犀利跟有见解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找一些问题来问他 那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说 我个人在从宜兰县政府回来到学校 到台信院这样的经验里面 真的觉得台湾正在哪边 尤其是从去年的太阳花之后 我发现很多我们向来习以为常的 政治游戏的习惯和动作 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规范来产生 而这些习以为常的动作里面 最标准的就是在议会 在分派所有的政府资源的时候 政府资源的时候 那我跟景济很幸运 我们都是担任过财政主管的位置 那个财政主管呢 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最好的角度嘛 因为柯P坐在那一边 那财政局两个都坐在另一边 电视拍不到 大家可以看到 柯P看到议员啊 最丑陋的一面都可以看得最清楚 而且是现场直播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内容里面 抛出来在整个政治的运作跟体系上面 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思 所以在上一次也有机会到台中的折武 来跟大家对谈的时候 来准备这样一个简报 因为可能就不是用很细节的方式 来跟大家报告财政怎么操作 但是呢 我想抛出一些比较高一点的问题 例如刚刚有人说 他是政府的总统 那我必须跟你讲说 我在想什么是政府 我们每次在讲年纪里面很重要的 讲到劳退 劳退里面呢 就会有三个人在分担 一个叫做雇主分胎 一个叫做受负人 劳工者自己分胎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政府分胎 所以呢 大家为了要保障选票 保障劳工者的权益 所以我们就把劳工的比重降低 我们为了要让 不要带动经济发展的障碍 所以我们把雇主的比重降低 所以我们最后的答案就是谁 就是政府所必须负担的比重增加 可是谁叫做政府啊 我们只有一个政节啊 比较少的人叫做政府嘛 其实政府就是我们 你到最后那个东西还是我们 所以我要说政府的走狗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走狗 所以我最近感受最深的还是在于 谁是带领的 谁有权利来用 谁有权利来决定我们这些辛苦的资源 那因为我的脸不是很好看 我喜欢用会动的简报 然后还把大家的关注力 已经打到简报上面去 所以呢 我们跟三可三 逐步的来做二项的教育 跟分析是希望我们越多越多的去思考 有关于预算财政 这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也很高兴说 去年我们在做后面指数的时候 上周跟我们合作的那一个呢 他得到了金鼎讲的肯定 吴顺文什么讲的肯定 更重要的是该年度上周 全年度销售量的第二高 然后今天早上我也接到3D买的简讯说 比拜六他们在 在新闻上面去报告财政的那个 什么兵民财政悬染的台湾 也是同时段收视率最高的 那本来是要做什么金曲 回忽特质啊 介绍金曲的歌手的 那我的感觉是 整个社会开始在改变 大家开始在思考说 国家的财政 有它的一定的意涵在哪里 所以我提出三个问题来 比较我常见人家互动的 比如说在县政府 我常常见物别斗啦 每次都是你们财政人员在喊 说没钱没钱 到时候你钱哪个都编得出来 做文化的做公务的 都会这样子说 我只跟他讲说 像宜兰三百亿呢 三百亿到底多不多 其实一个政治人物 你跟他讲说 这个政治人物捐一百五十万 这个政治人物捐一百五十万 他就分得很清楚 这些比较轻了 可是你要讲这个活动十二亿 这个工程十二亿 这个工程十三亿 他就往差一亿 他跟一亿就有十个一千万 对于他来讲 那个数字呢 边际效用递减 到最后就觉得 好啦工程做过来 好最佳个一啊最佳个二 所以政治人物对预算的敏感度 是满低的 他会去计较说 这个东西应该 你们如果有做政府的标案 就会觉得 在跟你溢价的时候 斤斤计较跟你砍个三万五万 六万的 他们自己的浪费都不知道 比如说在做五子化的社会 五子化公文 可以开会 一年大概开二十四位的五子化 不知道省了多少次 但便当吃了三十几万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那个的差别在于 他们没有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就是 当我跟他讲说 跟县长讲 跟顾县长讲 跟所有的官员讲说 其实这里压力最大的就是 每天都不做什么事 一来县政府一天 有九十万的历史要付出去 连降日也要付 礼拜六礼拜天也要付 所以我们债务不降低的话 每天都要把这些钱拿去 弄给银行 所以呢我把几个问题 来分批分批的来跟各位报告 报告说 到底我的看法是哪些 那通常我们会看说 一个国家到底 有没有欠太多钱怎么看 我方向我欠五百万 其实我压力就很大 可是郭台银欠五百万 那压力就很大 所以怎么样看一个人 欠钱欠多还欠少 其实要看他能够赚多还赚少 不是用绝对子来看 这个国家的债务困难或困难 而是要看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 用GDP的定义 在一定时间里面 所有生产要素 顾家价值的总和 讲的那么多就是 全台湾这一年里面 这台湾这一点包含 这些有从18岁到19岁 一年宝贵的青春 还有这种房子土地 还有所有的资本 所有所有在这一年 努力赚钱 赚了所有的钱 我们就叫做GDP 大概15兆左右 然后这15兆里面 包含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我们大概有2.5兆的支出 这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说 大概有六分之一左右 我们这边流动的货币 包含像医院的健保费用 等等等等 它都跟政府有关 其实政府的经济行为 是充实在我们身旁的 每一分每一秒 但是呢 我们却容许这样的经济行为 为什么我们会 持续要到10月才停编 因为政府的决算 包括要到6月才会出来 定案要到8月才会出来 你可以想象一个上市公司 如果到12月关账之后 要6个月之后 才可以让你看到上一个月 去年的股票 你还敢买它的股票吗 不可能 但是我们的政府就可以这样 拖拉拉 拖拖拉拉 所以你就会比较没有那感觉 那全世界大概 这个美国 这是CIA的 就是那个CIA的租 它去统计了各个国家 它总共的债务 跟它一年GDP的比重 然后把它做的比重 那比较高的 你可以看到 除了这些非洲国家 像欧洲的比重都相当的高 那加拿大 还有呢 像香港跟新加坡 也都相当的高 所以高不一定是坏事 欠钱多的 像新加坡跟香港 它GDP跟它债务比重很高 国家又有主权基金在操作 所以有不同不同的定义 但是有些国家欠钱呢 就是大坏事 像这个星巴威啊 星巴威如果不认识它 它有一个世界之最 就是全世界最高低值的钱 就在阿弥陈加坡 后面有好几好几个例 还有呢 它是这个 在2001年呢 新巴威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它鼓励大家来买 他们国家发行的财券 每个国民都配命的买 最后开奖的时候 电视直播说 我们中奖的很高兴是 我们的总统特效得到这个讲 成为全世界最标准的一个贪污的代表 所以想到了 就给你发行新的货币 想到了就让你的储蓄 报为乌有 也可以让你的什么 让你银行的存款 大幅的打折 就这种国家 所以它的很高 那这个国家你们都知道 那它没有公债的限制 还有他们的老人也一样不想死 所以越活越多 然后小孩子就不敢出来 所以你觉得还不高 台湾也有点像 那这个就是希腊 所以呢 全世界比较严重的国家 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倒 债务高跟倒中间的差别在于 什么叫倒 就是当你的债务高到 你没办法去履行你的债务 我钱欠很多 但是我都按月搅席 按月玩玩 那个国家就没有倒 那我们看 从1998年以来 有早的国家呢 像阿根廷 阿瓜多尔 俄罗斯 都是原物料的变迁 然后导致它变化 那这个就是最有名的希腊 里面呢 我们看到最新几个 比比可为 尤其最近最有名的希腊 或者是像一些地方政府 你可以看到像米蔡瑞 都是因为公务人员 过于幽默 公务人员过于幽默的 退休制度 导致政府没办法去筹措 那么多钱 有多少钱呢 你们可能有听过 很多人都周休七天平七万 对不对 还周游六活 那周休七天平七万 就是一个老师呢 他退休之后一个月 可以是七万 可是他交的学生呢 一个月只有两万二 基本上他平税 但是如果用所得税以来算的话 大概缴一千多块的所得税 所以十个学生呢 十个学生大概是一万多块 所以五十个学生大概可以 缴那个老师的退休金一个月 可是悲哀的是 那个学生呢 他不是只有国小一年级的老师 还有三四年级的老师也退休了 五六年级的老师也退休了 还有博中高中老师 所以根本养不起这些人 但是他还是快快乐乐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那当希腊开始在崩盘的时候 他就从一个国家的债务 慢慢的衍生到了国际金融的稳定性 所以为什么呢 最近这两年开始包含从斯拉 包含从乌克兰 各个国家的财政问题 都会变成地缘政治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问题 最后就会变成了整个国际政治上的 重新分开 我举例来讲 大家都习惯了台湾的教育体系 所以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差在哪里 公立大学比较便宜 私立大学比较贵 那国外差在哪里 国外差在公立大学 要开不开要看政府的财政 希腊现在开学的前一个月 他无法确定下个月还能不能开课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德国还 国会还没有决定要拨款到欧宫去 所以德国呢 每年有四次在表学 要拨款给希腊的时候 电视就会直播 我们德国不会骂 我们邻居这些猪啊等等等等的 那如果不拍课的话 不拨款过去 对不起学校就不能开课了 现在学习同学 去学校没课可以修 东南美洲很多国家是这样 所以公立大学代表了 没有持续性的 给薪水与公务的老师 所以为什么 到大学的时候 要用私立的体系在支撑 那台湾很难去想象 台湾如果想象出 如果今天我所任教的台北大学 下去学校要不要开课 要北京同意与否 那这不会发生吗 对啊就是那时候还有什么统统 还有什么缓课纲 对不对 不给你钱你还缓课纲 我一定要吃自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财政的重要性 就慢慢被口险出来说 到底我们的机会 都在哪样的情况不见了 债务很高 那我们不是用印钱来还就好了吗 其实刚刚也有很多先进 您提到了 钱很简单 那欠钱 政府本身欠钱 就政府还钱就好了 就用印的就可以了 真的可以这样吗 有个国家可以 那叫美国 而且还不是美国的政府可以 还限制是美国的联邦政府 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有 那么强大的变形金刚 可以党所有的国家 接受他家的货币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你们习惯的朋友 不能看到 每次那里有没有看不到 刚刚那个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你们习惯的美金中间 是个华盛顿 你们有没有看过美金中间 是个阿末斯瓦星格 你没看过吗 但是阿末在当加州州长的时候 加州就没有钱可以发 所以加州州政府 就发了一个叫白条 上面写IOU 上面就是加州州长签的 所以那我们很少白条 就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照片 那上面呢 写得很清楚就是 我应该要发给你 2万块的薪水 因为我现在没钱给你 可是也很麻烦 我这白条呢 拿到之后 我儿子要吃牛奶了 我要怎么办 所以就有刺激市场 可以把这2百块的白条 拿去换现金 或者换牛奶粉 这个都在实际的情况 都发生过 你们可以去看看 面对这个新闻 可是台湾向来 是一个丰富的保岛 富裕的保岛 所以我们都觉得 政府不会倒 那一直到 那一直到 刚刚瘦菲讲的 刘正宏配合演出之后 大家发现真的会倒 其实 今天刚好是921嘛 14年前 有很多 很多东西倒的啦 就是那个倒的 但是以前 我们乡公所也有倒 只是我们的公债法规定 公法人不能倒 那因为我们公法人不能倒的时候 我们只能查封公布 所以以前乡政公所 如果真的付不出 没办法履行它的债务的时候 银行 台湾银行就贴个封条 贴在封锁的招牌那边 然后封锁就赶快 拿一个防治污染 或者是禁烟的广告 把它贴上去 那你们可以看到 那等到中央博助法再来 再破掉 我们都没办法像 像什么 像欧盟当然在讨论的 就是债务协商机制 也就是捡计 把它原来千100亿的 改成千50亿 那这个叫做捡计的动作 如果你有朋友 他们看到行用法 周转远困难 就会碰到这个 他们在展开债务协商 那台湾呢 目前像苗栗这种情况 刮不怕的时候 它的债务就是相当的多 那怎么样的情况 可以让它往下走 其实这是政府应该要 跟地方 教他们跟地方去协调出一种新的方式 也是未来有的 新政府上海之后 会碰到很棘手的问题 否则这一块呢 如果碰到资金凶俏的时候 真的会有很大的困难 但是转过来 那政府如果像日本一样 一直印钱 一直印钱 会怎么样 日本为什么不会打 因为日本最近有要IPO的一件东西 就是日本的邮政邮局 日本的邮政邮局呢 改成公司化之后 最近要进行IPO公开上市 超过阿里巴巴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个案 那它就是用大量的人民储蓄 然后转到邮政去 去支撑政府的 然后人民能够忍受通货膨胀 然后让它实质利率维促 但是也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 可是呢 会跑到哪里去 会跑到不动产去 会跑到有限的资源里面 所以当我们再看到 这个等一下 那个华老师会谈很多的 就是我们的居住正义上面 因为什么东西有限 不动产 好的区位有限 所以就让它的房价大幅的飙涨 搭配的来源就是 拼命拼命拼命拼出来的货币 然后导致了 当我毕业的时候 薪水跟现在一样多 可是不管是房价 或其他物价都大幅的增长 等于过去18年 过去25年 它的经济呢 带来的是更难以平衡的一个劳动 劳动报酬率 所以政府并且会带来的就是 只有劳动力都没有其他资产能力 大幅的损伤 但是相对的还有更严重的是 如果国家倒了 到底会怎么样 现在有最新的2014年 但是我认识上一次的资料 我们全部呢 政府按照公债法的规范是 我们各级政府可以举债是GDP的50% 那目前呢是39% 所以我们大概还有10%的在线 但是这个在线呢 它是人为的 什么叫人为的 比如说我去参加那个 阳明大学开会 再讨论到长照的部分 那他们就会讲说 啊 王老师你每天都在讲政府要导 那是错的 其实政府根本不是没有钱 是因为我们在线呢 访得太死了 全世界超过50%的很多 所以我们只要借钱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 马总统和长照保险的政策 真的有道理啊 那我只是跟他讲说 李老师 我知道保险呢 是我有钱的时候买东西 来做的一个风险分摊 我没听过有人借钱买保险 可是对于很多社会福利学者 对于很多文化学者 他们认为政府呢 本来就可以借钱 借钱的结果 我可以留更多钱 好的资产给下一代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看 过去民主化以来 从李登辉总统开始 一直到马英泽总统 这个过程里面 你发现 马英泽是八年代 没有留下任何可操作的资产 本来唯一的就是机场捷运线 可是后来在大阵内有选顶不能完工 所以他的任命真的没有留下任何一个 将来可以来换现金领的东西 但是他的债务呢 却增加了将近两兆多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 当你在这些局债的空间 如果像各位有印象说 圆山指纹红 雪山隧道 或者什么东西像 几号几号几号 都是在沉水扁政府的时候 减彩减彩又减彩 可是这边都不敢封了 就是国民党之后 他就不敢封了 那就慢慢来 但是债务还是继续在增加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2001年到2013年里面 台湾有一出 大家不是很关注的剧 但是在今年的8月 马英九在接受 亚洲华尔街在访问的时候 记者问他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我没有把年金改革做完 是他最遗憾的事情 他本来就在遗憾 因为从来没有党政品 理法院都在他的手上 但是他却没有做到这件事 什么事 就是年金改革 这个部分呢 是旧制的 所谓我们年金有分两大类 一大部分 因为今天讲得会快一点 大家要把它图写出来 我们有旧式跟心智 旧式的部分讨论的就是 他们不必拿东西 不必先缴辑 就配每个月 逐步的年 这个叫做N几字 叫DB 就是他不必像你现在提搏的部分 那心智能就要从你的辛苦的薪水里面 提搏一定比例 这叫低心 那你呢 从提搏慢慢提搏 到了老的时候就可以离掉 这个是旧制 随着老人不见的话 老人不见的话 那他当然会这么少 可是问题是这样 因为这些灵的人呢 很多是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呢 他们现在都还非常的健常 所以我的儿子要继续帮我讲之外 我的孙子还要帮他讲 所以我们的旧式是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我们的心智呢 也是一样 哎呦 对不起 我们什么叫心智 心智是我现在我们都有讲 它叫随波随附 我们现在讲就是给现在退休的人在里 我们现在一直讲嘛 现在退休的人在里 你可以知道吗 你们都有国小老师 也有同学在当老师的 如果你的老师 你的同学呢 希望他退休的时候 可以享受跟你的老师 一样好的待遇 他的提搏率要多少 依照精算报告 就是说如果今天在学校教书的这些人 等到他老的时候 他也希望周休七天零七万 精算报告上面写 他的提搏率要48% 他赚100块 他要48块封到那个保险去 如果再加所得税 他会不会养下来了 但是他们会不会说 好像全国都在反对这些军功效的人 全国都在跟军功效为例 因为你们考不上高不考 我考上了 事实上不是 是领高薪而退休的人 在跟这个社会行对抗 我常讲说年金制度 是一个世代互助的一个制度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世代剥削 而且要剥削到 我的儿子跟我的孙子的这一代 这个不是我们知道而已 是执政者他知道 所以2011年敲罗达古 敲罗达古说我成立国家年金改革小组 等等的之后 过两年无疾而终 无疾而终呢 就是能够领的还是平易的领 不知道的人还是愤愤的加 然后每年增加多少 潜厂护账 每年增加8000亿 8000亿到底多还少 你们也没有拍面 各位听过梦想家 梦想家一场2亿 全台湾今天办10场梦想家 也才20亿 我们一年365天 每天都给他乱演 每天都给他脸失常 梦想家也才6000 7000亿而已 还不到8000亿 那你们知道每天再过这些日子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 会觉得现在的政府 对于年金改革的责任感非常差 为了顾他的票 这么差的情况下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这是一本我们很推荐的书 这叫反贫困 在讲溜滑梯的社会 在讲日本呢 他现在出现的情况 就是溜滑梯的社会 因为本来有雇佣 我们都有劳保 可是呢 因为经济体气不好 有人会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派遣业 他变成要掉到这一个 下面没有洞的 就每天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里以前 而这个洞呢 到最后社会保险 跟社会救助又都破掉 所以很多人 只要家里刚好有人出了一个车祸 有人家里刚好有人生病 他家里会像坐到溜滑梯一样 落到了很悲哀的一个情况 整个社会呢 一个好的社会 一个互助的社会是什么 有人像郭台语先生 能不能会赚钱 张收鸿先生能不能会赚钱 陈锦记老师能不能会赚钱 但是有人也需要被 有人也需要被照顾 所以一个社会呢 应该有三号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 就是你都不必赚钱 但是他就在保护你的 像孤儿院 像老人的安养手 这叫社会安全网 社会救助的部分 当然我们在一般工作 也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老年 或者是带成私奈何名的社会保险 还有呢 政府要进行的公共服务 所以一个社会呢 它本身就要有三个不同的 这个叫做社会防护体系 以社会安全网更完备的就是 你讲的是有意义的 然后它可以提供对这个困难的人 来拿到必要的帮助 然后由社会保险额里的社会保险额 来做它必要的结果 而这本反贫困就是跟我们讲说 在我们看似这么富有的国家 叫做日本这么好的邻居 它里面有一张写到 它说2007年呢 找到了一位 在北九州小厂地方 有一个人死了六天 他唯一写的一条遗言是 好想吃饭团 它本来呢 是在理社会救助 可是政府呢 慢慢提到 因为政府财政困难 所以政府已经不能够去接受 不能够去容忍大规模的 不必负担的社会救助体系 而都要赶紧到社会保险体系 可是我们呢 却必须把很多很多的钱 拿去让周休七天零七万 所以我现在每次在家里面 都要赶紧到社会保险体系 都是希望把大家都换起来 来进行民进改革的这个动作 其实民进改革跟革命不一样 革命就是有很优秀的几个年轻人啊 然后他们包括沙勒的学律 做一些很伟大的事 改革没那么严重 改革只要大家都做一些对的事 然后方向是对的 都做一点点牺牲 这个国家呢 就可以更好 然后来达到那些新的一个机会 所以公民呢 希望他们能够来做 那今天特别我也提到 由清平凯 我看有跟各位报告说 曾经老师他所推动的整个 参与式预算 慢慢的让公民呢 跟预算之间产生连结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过去的传统的预算体系 就是由选出来的 这些政治人物跟技术官僚 他们两边去决定的 所有的资源分配 然后给所有的公民来承担 可是参与式的时候就不是了 参与式是公民跟公民之间 他们彼此去了解 这些预送编列的合理性 同时呢 他们也把他们的需求 拿到了给这个民选首长 跟他们之间 所以我觉得台湾呢 从去年太阳花给我们的力量 就是说这个社会不是白痴 这个社会不是愤愤的接受 每天每天有二十场梦想家 这样的浪费 但是要有诉求啊 要有方案 所以那个蔡晓英 大家都这样讲的嘛 他要召开这个年轻感格会议 国事会议 希望大家用不同的方案去讨论 然后可以让这整个 未来的预算能做得更好 那公民的准备上面就是 希望大家除了预算能 除了税初 我们应该都比较关心说 政府管钱花在哪里 但是我们自己到底承担得够不够 刚刚也有一些点提到 我们到了税 他也曾经是提到说 我们应该加税 我们加税可是怎么加 然后我们钱要怎么用 那你什么人可以加 世界上已经越来越多国家 放弃了所得税的结构了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是 三百万以上叫回猫 那三百万才六十万人民币啊 在上海很多 所以你把兵打的时候 金融街都跑到上海就认知了 全世界的移动的时候 慢慢把薪资所得 变成不是重要的科税来源 反而从附加价值税 营业税 或者是像房地产税 所以就等一下老师会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从其他的税收来源 来让整个身材所需要的资源 能做更好的配置 那当然还有就是 这两年我觉得变化最大 刚才是这个 也最要感谢刘正宏先生的贡献 就是过去会认为 监财开幕是很重要的政见 但是后来大家才发现 从马分馆开始 苗栗的六大展馆 苗栗有一个很特别的局处 它那个处是国籍产业发展 还是什么产业合作 所以他们就盖了很多国籍的东西 国籍、国籍、国籍 那国籍的结果呢 就是他们每年还要找六千万 去评论那些国籍东西的水电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各位如果从新竹来也知道 新竹有个世博馆 那个世博馆呢 是上海世博的时候 特别做出来的像天灯那么好的东西 外貌协会是希望把它卖掉的 因为它标的那些很好 因为只要有个在四川啊 或者在什么湖南啊 他做的游乐区里面有个台湾的世博馆 那可能就可以增加一个游乐卖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那么聪明 把它买回来台湾的新竹 谁来你台湾还去看台湾的世博馆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逻辑那种 还增加了因为被不繁保 更重要是造成了预算大大的困扰 但是总是要政界 所以这种政绩呢 希望能够慢慢的改变 好 那我最后很快的来讲 其实就我的感觉里面 政府要抓回来 政府跟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政府应该是要帮我们来提供一些 基础的经济建设之外 也要给我们一些很好的社会基础建设 像角色设施 监狱啊 医疗卫生啊 教育等等 那它的方式有很多 有的是从政府自己来做 有的是尾封一间来办等等 那政府的角色是这些啦 政府的角色就在于 合理的把从不同的管道里面 来把这些核心的服务功能 还有一些非核心的服务功能 像国防 所以国防要有阿兵哥的洗衣服 还有阿兵哥的主办 所以政府是要给我们很好的国防 而不是要给我们很多的军队 所以我们要对政府的角色 做重新的定义 而这些定义就在于 到底我们人民能够承担多少的税收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很好的 失业救济补助 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好的 劳友所中的东西 但是我们愿意承担多少的税 所以我常用这样子去思考像年金 年金的目的就是让每个台湾的国民 然后退休之后 他可以不服于等 他可以不必去担心他下一产的钱在哪里 或者他生病的时候 不会造成他儿子整个家庭给上去 而这样的权利不应该是因为 你有考上高考或没有考上高考 你有当过老师做运财 或者你被关过 这个就要被改变 可是这是基本的权利 这个叫基本的年金 但是超过的部分 或者你做运财很伟大 我可以发奖金给你 我可以发奖状给你 我不一定要养你养到 用我孙子去陪你陪到老 所以这种东西呢 就必须要有人去得罪 得罪教育我们的老师 去跟他讲这些话出来 或者的话呢 我们现在都是一个肉统政治 福利盘票 大家不愿意去得罪得产 所以马英九人在做年金改革 最大的示范 他都还没划出第一步 他只是把慰问金 从原来的一年 不合理的一年发两次 要改成不合理的一年发四次 什么意思呢 他每个军工叫的 慰出慰问金 然后一月的时候 我要发给你的时候 我就把一月到六月的都献给你 那中间如果老人刚好过世了 就不追缴 那一月就发给你 然后七月再发一次给你 苗栗这一次 七月就是这一名发不出来 那一月一次七月 后来国库主觉得这样不合理啊 因为政府的一月发 我也是去借钱来发给你的 所以呢 我不如把你一月变成一年分四次来领 事实上在按月领 那就不会有那种 已经过失没办法领的情况 可是军工叫 这些人就去抗议 抗议说什么 不行啊 我这个都签好定存了啊 我拿过去的话 我就可以领地址 你今天把我签成一记一记领的话 我这定存就会违约 国务署官员说 你赚的利息就是我不给银行的利息 你知道 全你除了给他本金之外 还要损贴他多的利息 这么小的事情 竟然可以动用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要求行政院 把这样的一个改革取消掉 这个改革呢 还得到陈冲的奖励 那个提出改革 还得到自由公共能源 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真的乱到 没有清楚的财政目的 只是把选票当成最主要的结果 那很多人对赵部长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因为我却觉得不简单 就是说 我上次跟朋友聊天会讲说 那些农国王部长是谁 没有人知道 经济部长是谁 不知道 教育部长才认识 不过那种认识又另外一个 所以说台湾有史以来 没有一个内阁或者一个负责人呢 可以有这么长的时间准备下课 你知道吗 明年一月投票之后 到明年五月才会 所以还有一段看守内阁 但是因为还这么长 将近一年时间 大家都好像期末考考完 在等放假的心态 所以你都不认识所有的部长是谁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要考 要考什么长 什么长 那都不必了 因为大家都不做事了 所以财政的人 我觉得至少当部长还在做啦 但是做得好不好 大家可能可以思考一下 我是要抛一点就是说 回过头来 一开始讲的那个政府这两个字 向来都是因为有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武力 来决定所有政治跟自由力量 但是这样的力量可以决定什么 一样是在这个紫禁城里面 这个是我从柏阳的 中国人的史冈里面找出来的一个表 这个表非常有趣 这个冥光潮最后一个忠贞皇帝 就是要灭国的那个忠贞皇帝 调导的那一个 他一直历经图治 但是呢 他的功名有九千人 他的宦官有十万 然后每年木材供应要一千四百万 然后金花银九十七万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呢 是雍正的时候的统计 他的宫离才一百三十四个 宦官五百个 木材变三千五百 所以你看他节省的比例都百分之九十八 九十九九十九 我的意思是说 他都在服务的国王 而这个国王可以决定皇上 他可以决定他的支出的度是大或小 就看人民的力量 或者看整个社会的氛围 所以我们现在常讲说 预算困难预算困难 其实预算困难就在于 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去控制这个预算 到底合理或不合理 就好像刚刚跟周围说明的 一天时长梦想家在那边 累积给我们获代子孙要买单 这怎么合理呢 对不对 预算到时候会怎么办 真的债务太高 服务品质太低 你会选择什么 你就只好落跑 希腊 他现在的情况是 总共七千个医生 整个希腊留不到一千个 有六千个 因为我一样看病 人的肉体都差不多 所以我宁可收少一点的钱 我到等我去当医生 我到其他地方去当医生 因为这样子我收得到钱 希腊保障人民都有很高很高的退休金 这一次在协商的过程中 他的退休金已经被砍到 只有原来学者的多少你知道吗 百分之四十了 但大家还是骂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都肥猪啊 因为他里面人都还是有人数造假 但是就算有这样的退休金额度 他也领不到 为什么 因为国家没有钱 所以就规定 每天只能领十块钱欧元 或者五十块钱欧元 一个礼拜五十块钱欧元 这种钱呢 去买这种老人的糖尿病药 高血压药都还不够 因为国家没有欧元 可以进口足够的药 我说 国家找到最后 其实谁该负担最大的责任 像马英九总统的义料 其实他也是冤大头 因为他想得不够清楚 他用的幕僚 他用的官员 可是真命也是冤大头 我们把我们的税 把我们的资源 把我们的立法权 受到一个团队 我最后得到的东西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上面提到的是 整个政府跟官僚 怎么样共同来吃人民的一个 人民就跟羊群一样 而这样被剥夺的情况 而这个都是在我们预算里面 蛮大蛮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一开始还会跟各位报告说 我坐在议会的那个位置 看到了大家不把财政纪律 当成基本要质单的要求 然后你在那个位置里面 你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说 怎么把钱能够做到最好的利用 其实对所有公职服务的人 他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侮辱 我参与了财政工作这七八年 才我有几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就是 天下进来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有界限进来 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 各位会办的活动 怎么办的活动 他会发给你一个小包包 他会发给你一个T-shirt 会请修哥楼在上面唱歌 说主持啊 那个都是要钱 而且都是花我们的钱 我们觉得他好像 花给我们活动很多福利事上 那个都是我们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个是借钱进来要还的 在政府里面他们有一个东西 叫做借薪还救 就是我十亿元借了三年的钱 然后时间到的时候 我只要再跟乌邦银行 或者台湾银行 签一张新的单 把这十亿比较往后拥就好了 这叫借薪还救 我必还他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如果在外星球里面 有个东西叫老鼠会 就是只给你利息钱 然后本金拿去周转 政府长期以来 都在用这种借薪还救的东西在做 除非我们要有很强的力量 如果明年再次政党委屈 我们也要避免公债法 再不必要 我再讲一次 钱不是不能借 政府一定要有办法 把钱用到对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借钱来做经常性走转的 而因为这样而提高公债法 我觉得公民就应该要 来提倡这样的机会 像美国现在就这样啊 每次没有钱 就是要把债线提高 每次没有钱就把债线提高 可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不过他们回家强 他们一直发新的货币 但台湾呢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还有政府的钱呢 竟然也是钱 因为太多官员 不把政府的钱当钱来用 那我必须要跟各位讲的说 我这次去日本 他们在做新的基础建政改善 他在改善什么 他们在改善把他们的水库 从六级抗争要提升到七级抗争 他们要把他都市的漏血率 从5%降到2% 可是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的都市漏血率 还有15% 台湾省的话有18% 港湾市之间 更不要讲我们的地震 会造成我们的水库啊 水坝啊 我们连运气都没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基础建设 要去改善的 但是因为没有钱 我们就会把这些基础建设 慢慢的老化 就跟菲律宾 还用旧的基础建设一样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高铁 各位还记得高铁刚通车 你坐高铁会觉得哇 这个厕所好干净 对 真的很不错这样子 可是因为高铁在最后这里 尤其震荡文件之后 这样子几次所谓的财产改革之后 其实高铁的现金已经不容许 它换新的系统了 高铁是500型的 那日本已经有700型 900型 然后大阪跟东京之间 一天就持入磨折 可是我们的高铁 真的不必在10年 它就十字强号了 再过10年就腾云号了 因为它根本没有办法去更新 更早新的系统 所以财政一定要省 但是要借新的钱来做投资 因为国家要进步了 什么叫进步 就是你现在只要想象到说 机场捷运就像开放的 你都已经可以想象 机场捷运长什么样子 你都可以想象 机场捷运的厕所会什么样子 就代表没有进步 你们这一代很可惜 是你们很难提为什么 怎么难投人 只要花一天才能开到的骨里 现在两三个小时 就可以造党的那种 国家在进步的感觉 因为国家已经不进步了一段时间 那我们希望说 国家可以好好地进步 这个是英国财政大臣 Hospin他 他们的财政都写在这个地方 就放在一个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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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那他要做 国会要去报告的时候 他不是财政部长而已 他是帮英国女皇 在看整个英国财政 分派给一般人跟皇室用的很不合理 所以英国的财政大臣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国会喝酒里面 他报告要报告很久 那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蛮好的 国家如果不去控制债务的话呢 债务就会被债务来控制 我觉得 当一个财政处长 你看三百亿的债务 些真的好多 可是你分不出来说 哪些债务是 哪些是蓝军的五国王的时候建的 哪些是绿军的游行分建的 因为他们都离开了 所以 你的债务是没有 没有办法去切割到每一个人 所以大家都讲历史工业 真的是历史工业 所以我常讲财政人他不分来临 但是更严重的是 如果债务让他放任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台湾就跟希腊一样 他美国来的时候 全世界有谁会救我们 不是没有人救啊 只有一个人救你 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条件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讲的那么多 每次都还是要很煽情的来介绍 我觉得美国第二位总统 这样讲的很棒的一段话 他说他45岁到了总统府之后 他写信给他老婆说 我现在呢 必须要研究政治跟战争 因为这样我们的小孩 才有自由可以研究数学跟哲学 我们的小孩应该要研究 数学、哲学、地理学 因为这样才能给他们的小孩 一个权利呢 去研究诗词、绘画、音乐啊 雕塑等等 这种善待论呢 也就让这个总统呢 连任失败 美国第一位连任失败的总统 因为他剥削了各个帮的权利啊 然后创造一个更强的地方 但是留给了后太子孙 更强的美国在那个地方 至少他有贡献 我觉得债务就是这样子 其实你在做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但是留政宏他一年新增 六十亿跟七十亿的债务 我常常在想 谁那么倒霉 身在苗栗当英格 你知道吗 苗栗碰到债务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的策略竟然是 他去删检警察跟消防员的加班 现在 其实我们 投票或者我们缴税 最基本的就是要一个安定的社会 但是 但是 比特币的话是全美国 抢报率最高 谋杀率最高 火灾没办法救的地方 因为钱都拿些当退休金了嘛 所以 当我们看到 苗栗它第一个反应 也是这样做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刑警 我是很厉害的消防员 我跟你在这边跑 我就去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慢慢的 会把热命的服务价值 慢慢慢慢的降低 所以呢 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是打广告时间 我们393呢 有个各个的团体 开始在办一些教育的课程 我们也在教大家看 预算程序跟预算书 了解谁在处理我们财政问题 那我们也有教大家 怎么样去省预算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介绍 年纪改革跟世代不公 还有把PPP的 BOT的东西来做说明 大概就是我们393呢 在财政方面的内容 上次我们的报告 谢谢 大家好 我想在彭博斯Sport 来报告 其实压力蛮大的 他的投入片 永远是做的第一流 那我们用古早老 就只能用古早的版本 来做我们的PPP 当然啦 其实刚刚彭博斯 提到了财政的问题 其实你会看到 这个社会确实有一批人在分账 持续性 这个分账是长期持续性 而且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孙子那一代 他说现在都已经分好了 当然啦 其实分账是一个国家经济 或者是财政 或者是在年子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部分 会是另外一个角度 叫做科者 科者 科者 同科的科的责任的责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工作要 薪水要只要收入水 那我们创业 我们做一些必要的投资生产 赚到的钱 也有运力事业的所有的水货营业 这都是政府对于 你在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或这个经济的平台底下 你来执行某一些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你使用了这个国家的平台 所以说你要使用者付费 这叫做科者 当然也叫做科水 但是呢 有些科者 可能 你可以说科的太重 或者是科的刚刚好 但是有些事情的科者 似乎又太轻了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 所谓的不动产的这个税 其实它就是一个 按理说 不动产 它特别在最近这事实来源 拥有不动产的人 它某种程度上 不管你说 比如说你有没有进入市场 去大陆同投资客 去play 或者是你本身就是 我自然而然 有没有拥有一些 不动产的资产 那过去是 可能莫名其妙 可能是有些的 因为这个市场的变动 我获得了蛮多的利益 有的很大 有的一些些 那获得这个利益 到底我们这个国家 对这样一个利益的科责 到什么样的程度 有没有科到他该 担负的一个责任 当然讲利益上的责任 其实可能在讲利得税 有人赚钱 缴税少很少 这是一个概念 其实另外一个概念是在说 拥有不动产的人 你这个不动产 因为公共的建设 国家的建设 或者因为人民的素质的提高 或产业的发展 你所拥有的不动产 自然而来它的使用价值 也就提高了 这跟你有没有真的 这个实现你的获利 那是两回事 比如说同样这个房子 你放在澎湖 跟放在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的平台 比较有价值 所以说你的不动产 在台北 就有比较高的使用价值 这个利益 其实本质上 当然也是 国家社会发展所 提供出来的好处 你有没有卖掉 那是价钱的问题 但是每年在使用上面 它的意义就不同 那这两个议题 其实背后分别涉及到就是 其实就是不动产税底下 关于你的持利得和持有的两个重点 其实在台湾不动产税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在说 擁有这些不动产的人 或者应该这样子 把责任先排除掉 就是这个不动产 按理说你在台湾 在国家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基础 这个平台底下 你其实应该 担负更多一点公共责任 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 却让它只担负了可能十分之一不到的责任 那这是我们觉得比较夸张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假索得税的时候 很痛 很不爽 反正给你 辛辛苦 赚了一些钱 正常给你磕那些税 但是呢 就不动产的这个角度而言 其实过去某种程度上 被磕的人 心里面按理说 他应该觉得很爽 因为 以台湾的 现在不动产的磕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 我们相对于 例如说相对于美国 你拥有一个 一千万台币的房产 在台湾 你一年要被磕的税 大概是六千块到八千万 但是如果在美国 通常是价值台币一千万的房产 你一年应该要被磕十三万的税 你就知道那个倍数的落差 你在想想看 你有一个价值一千万的房产 一年被磕六千块到八千块的税 但是呢 如果说 你赌他每年 大概可以涨一趴到两趴就好 我想过去的经验 房价 下地价一年涨一趴两趴 叫做轻而易举 一千万涨一趴叫做十万 涨两趴叫做二十万 就是你每年用六千块到八千块 去下这个赌注 然后你可以赚十万到二十万 而且赢的几率非常高 请问赌不赌? 当然能赌吗? 笨蛋才不赌 对不对 那么容易赢 赔率又那么高 才可以每年连续赚 白纳赌为什么不玩 所以说你就知道 这个税磕得太轻 其实不是财政 单纯的财政问题 它也会吸引大家去投机炒作 吸引大家去投机炒作 让房价高涨只是一回事 其实它会另外衍生出一些状况 是说 既然我买卖房子这么容易赚钱 那我就把房子空着 把土地空着 这样比较容易买卖 比较买卖的时候 比较方便 比较不会麻烦 如果房子拿去租给人家 拿去给人家做使用 到时候卖还比较不好脱手 所以说房子被控制 土地被控制 被囤在那边 就会变成是最佳投资策略 你想想看 一个很有价值的资产 但是你的最佳投资策略 竟然是不要使用它 然后等待时间把它卖掉 因为我们的税制 它我们的市场 告诉我们 这叫做最佳投资策略 所以说 一个税制的不恰当 它不仅引导出大家 引诱大家去投金 其实它也引诱大家 把这个资源做最没有效率的使用 但是你也要了解另外一点 其实房地产其实是 一个国家内需产业最大的 那个部门 其实房地产是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内需的经济体系 如果这个最重要的内需经济体系 它并没有被发挥出它的 使用效率或经济价值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的经济 其实就丧失了很大的一个动能 我们讲房地产是火车头产业 如果它是真的是的话 那应该是在讲说 这些土地和房子都被有效率的使用 它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是实际的是庞大 而不是在讲那个涨价 因为要知道一个房子涨价 但其实那个房子还是那个房子 在实质上面毫无贡献 它只是账面上好像变得比较贵 但是对实体经济是毫无贡献的 所以说我们总之就可以了解税的问题 它不仅引诱投资 引诱资源使用的不效率通着 其实它也抑制经济发展 你想想看很多大老板本来应该有钱去 开公司去创业去制造就业机会 不然他发现说 炒利品比较快 我干嘛把钱拿去创业那么辛苦 于是资金就被拿去炒利品 而不是拿去创业 于是本来应该制造就业机会的资金 最后会变成不仅没有制造就业机会 反而把房价地价炒高 让年轻人更住不起更买不起 就是本来可以帮助年轻人的资源 因为市场的扭曲 他最后去依照他个人的理性结果 做了他的经济行为 最后的结果就是 让本来他可以帮到的人 变成最后是让他去受害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一系列这个轨梯一让下来 没发现到哇 原来动产税竟然牵扯到 这么广泛的一些事情 他其实是台湾的动产市场混乱 或同期炒作盛行的最核心一个根源 其实他也是让台湾经济发展 比较持质 就业机会减少 持质投资减少 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甚至我们再想一想 台湾房价地价这么贵 政府怎么会科不到税 怎么会财政困 刚刚蓬勃是在讲说 哇哇哇地方财政不太困难 我们房价地价过去十几年来 都是涨了两倍到三倍吗 按理说地方在不通产的相关税收 应该可以增加到两倍到三倍啊 而不通产的税收又是占地方政府的税收 都超過一半的財源 你說應該是這樣 但是顯然不是 我們擁有很大的稅金 但是政府卻磕到很少的稅 然後導致政府自己財政困難 然後又因為房價低價高漲 政府在所謂的居住政策上面的責任 更加的重 更加的沉重 但是因為我們沒磕到稅 稅沒有增加 但是房價低價高漲 我又必須承擔更大的公共責任 或住宅政策的責任 那我們政府只好 比方說一看 我真的做不來 公共住宅政策 社會住宅政策是乾坑 我沒有錢做 我覺得他又陷入到一個自我矛盾底下 好當然這一切就這樣講 背後就再跟大家說 我們的公產稅大有問題 引誘了投資 卻沒有辦法讓政府的財政改善 結果政府做了什麼事? 政府沒有辦法在稅上面 普共產稅上面 來獲得足夠的財源 於是政府只好自己跳下去 當投機客 只好自己跳下去草地貧 所以做了很多區財政收 勢力重化 地商權賣等等等等等等這些事情 他只好用土地財政 如果我們講土地財政是正向的土地財政 我讓財政收入來建設地方 讓地方更繁榮 讓大家更多實時生產實時投資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增加更多的稅收 這是正向的土地財政的邏輯 但是我們台灣的土地財政卻是賣土地 掏空國家資產 掏空縣市政府資產的這種土地財政 大家一起來炒地貧 所以說我剛剛在講說 不僅是不動產擁有者 他在稅這個事情底下 該被課責這件事情沒有做法 他衍生出太多太多各式各樣的副作用 而這樣的副作用到了最後 其實要回過頭來 要來變成我們要不要來做不動產稅時改革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是一個很掉腿的一個問題 因爲什麼 因爲大家白吃午餐吃多了 就這些不動產的時候會覺得長期以來 白吃午餐吃太多了 大家都覺得說 對方房屋稅 那沒多少錢 比較少人 第二件事低價稅 少人來贏了 多多少 OK 其實你去問問 絕大多數外國人 房屋稅低價稅 他們的不動產稅 重不重 大家都罵翻了 哦 重到嚇死 爲什麼台灣東少人都沒關係 OK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 當然我前面有些關於稅的問題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 之前那個不動產交易所的時候 我們一般講 房地合理稅 立法通過的 確實它是一個不動產稅改的一個重要點 但是那一步走的是什麼 處理的是公平的問題 也就是說過去 大家很多人 房地產市場賺很多錢 科科找稅 不公平 那不公平但是比較有改 OK 所以說我們讓他進入到十價科稅 這個不動產的交易所 進入到十價科稅 這是處理不公平的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 利得所得稅是 你要有賺到錢 才有科稅的機會 你要有買賣 而且賺到錢 才有科稅的機會 所以它是一個機會稅 它不是一個穩定的稅收 更重要的是 各位 我真的希望 未來台灣政府 科到不動產交易所的稅 科到很多很多很多嗎 因為那被說代表我們的房價低價 漲得更多更多更多 你知道嗎 政府才可以科到很多 不動產交易所的稅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Kimoji問題的一個制度 OK 不動產交易所的稅 其實是一個Kimoji問題的制度 賺錢賺得更多 可以比較多 本質上重要的是持有稅 就是房屋簽 我們一般講的房屋稅 和低價稅 真的才是最重要 你說你擁有不動產的人 你就每年應該擔負你擁有這個資產 對國家對社會所應該擔負的 這個責任 這個責任就是透過繳交 比較合理的付稅來實現 那持有稅的提高有什麼樣的 我們現階段的問題是 它大概稅基只有市價一成分到 就是說你的房產值1000萬 但是政府在科稅的時候認定 大概只有 大概只有60萬到80萬左右 你明明價值1000萬的東西 政府給你科稅的時候 你的東西沒那麼貴 只有60萬到80萬而已 所以便宜科學好 其實背後都是我們長期以來的 侵權政策 或者是一些第一團體 跟政府之間的一些默契 當然很多長期的制度型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我們自己學不動產的 這些學者專家都長進 等等等等 所長期累積下來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這裡面呢 所以說我剛剛提到 剛剛等待政府的成本便宜 造成空腹和疼佈 造成政府稅收不足 方面財政困難 一方面也是對於公共福利 或福利政策 的減縮 那個現象很明顯 另外也是說 稅付的資本化效 我們房地產容易上漲 就是說 不動產的持有稅 就是房屋稅和低價稅 越輕 那 基本上房價低價就會越高 它就是一個直接對照的關係 反過來講 房屋稅低價稅稅稍微再重一點 我們的房價低價就會變得比較便宜 我這樣舉一個例子 來跟大家說不同 假設說 你就是要花一千萬 來買你的房子 跟繳給未來所有 給繳給政府的稅 就是這一千萬 你得買單 那請問 這一千萬 你是寧願花九百萬 繳給建商 一百萬繳給政府 還是願意花五百萬 繳給建商 五百萬繳給政府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房屋稅 低價稅比較重 你每年要繳給政府的錢比較多 但是你要買房子的價錢 就會變得低很多 你繳給政府的稅越少 你要買房子的時候 房價就會越高 OK 那這就是一個交換 你就假設 他要付的錢多多是一樣 兩種的行徑 那我就可以從這邊去想 你 求百萬付給建商 百萬付給政府 建商錢拿走了 拍開手說謝謝你 好孩 建商接下來 不會對你做任何好事 但是如果說 你是五百萬繳給建商 另外五百萬繳給政府的時候 政府拿到那些錢 他基本上還要扣去 要對你提供服務 那他是比較有能力的政府 他當然可以提供給你更多的服務 更好的服務 那這就是我們在講 稅跟我們不動產的購買價格 跟我們獎稅之間 他其實存在一個這樣的一個關聯器 所以說剛剛黃國師也提到 其實在做改革 必然會面對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多負擔一點 這是任何 基本上的改革 會變得讓有一些人 必須多付出 他在所謂的利益分辨底下 他們可能過去的一些好處會變少 所以他必須要多負擔一點 那這樣的一點點東西 某種程度上來講 但都敢隨時改革也是這樣一個 也面對到這樣一個問題 好啦 我們這樣講 其實 這是一百零年度 剛剛地方政府的財源狀況 基本上 我們看到他的 這像是財政狀況 我們剛剛講說 像廖里 他的財政之籌 大概只佔了二十二十九 自己的財源只佔了二十九 大概幾都都還不錯 南投什麼都還 在地方只財政 重點不是在這裡 可以看到 不動產的稅收 例如說 土地增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現在是土地稅 還有房屋稅 剛才講 土地稅 大概佔地方政府的財政 就是土地稅 地價稅跟土地增值稅 大概 我們現在是狀況不一樣 一般來講 大概三層到五層之間 那另外還有房屋稅 那如果說 我們把房屋稅跟地價稅合起來 只有稅 大概也佔了大概三層到四層左右 那如果說把不動產稅 全部加起來的話 超過一半 平均大概在一半左右 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說 如果說不動產的稅 的稅計 我們剛剛講 它的稅計認定太低 如果稅計做改變的話 其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會增加很快 而且特別是說 因為 地價稅跟房屋稅 是每年 向不動產所有權的課政 所以說 這個部分的稅 如果做合理的調整 那麼那一種改革是 政府每年穩定 都可以得到的那個財源 因為土地的稅是 唯一最跑不掉的稅 因為跑不掉的土地就在那裡 所以你只要誰呢 那就要找誰課稅 所以這種財產稅是 政府其實非常非常穩定 而重要的一個差異 那你想想看 例如說我們講全國 地價稅 102年的時候 大概課增到7081 房屋稅課到了631 所以合計起來 科到了1331的財產稅 那我剛才也說過 我們台灣現在的稅 其實相對於國外的標準 連一成都不到 我剛才講我們一年可能要講 六千塊到八千塊的財產稅 在美國可能要講十三萬 我們是連一成都不到 但是我們在一成都不到的情況之下 一年就已經科到了一千三百億 那如果說假設的狠一點 我們回到一成的那個 國境的標準 就是十倍的標準 一成到百分之百就是十倍 一千三百億的十倍 叫做一兆三千億 扣掉現在的一千三百億 還有一兆一千七百億 那就叫做我們遣戰 那如果用國外的科稅標準 其實我們的地方政府 還可能可以科到的稅收 當然一兆一千多億 那是一個天文素質 如果真的都科到 剛剛黃國師提到 現在政府負債問題 基本上解決力大半 那當然我們實際上 也很難這樣子難幹 因為這樣子難幹的問題 會變成說你的負債 所以突然間增加十倍 我跟大家講 會革命 那種革命 就真的是 有些人要推翻我們這些 沒錢的革命 對於太難了 但是這種東西在改革 就是要循序漸進 就叫循序漸進 那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成了 但是我們明年變成一成五 好不好 OK 一成變成一成五 你覺得說 我爸老師太客氣 那你要知道 一成變成一成五 叫做加稅百分之五十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 會很辛苦的地方 因為你的基礎太低了 所以在往上墊的過程 今天除非有一個非常有擔當 非常敢衝的手掌 然後社會給他充足的力量 他說幹就幹 我們先加個三倍好不好 其實先加個三倍 說實在話 相對於國際 還是非常輕的損 那對地方財政的改善 就很可怕了 1300億加三倍 多了3900億 現在地方財政問題 通通解決 但是當然看起來 這些事情就會變成 我們社會有多少的體認 或者是我們要給政府 多少的力量 來做這樣的一個改變 我最近請某個縣市政府算了一下 如果那個縣市政府的低價稅 加百分之五十 結果是 這些所有權的人 每年要繳的低價稅 超過一千塊 增加多角的低價稅 超過一千塊 只佔全部的所有權的人 三個百分之兩 也就是說 其實 絕大多 所以我們稅加了百分之五十 那實際上比我們的基礎金額太小 所以說其實 真正加到稅的還是少了 那些大地主 才加到很多很多的稅 對絕大多數有自己房子 住的這些人 我每年加的稅 可能只有一千塊不大 但是呢 他可能幫那個縣市政府 一年可以增加六億元的稅數 所以說97%的 有所有權的人 我所增加的稅數少於一千塊 但是卻可以為縣市政府 創造六億元的稅數 那你就知道說 其實這種事情 看你從什麼角度看 你說我增加稅 反至五十好像 哇 稅很重 但是從絕對值來看呢 其實好像只加一點點 但是他的財政改善效果 卻很好 所以我意思在說 其實我們對於不動產稅 對於房屋稅 還是地下稅 這東西的苛者 你其實只要輕輕 上市降上 做一些調整 那個財政改善的效果 會很大 而且他不只是財政改善的效果 因為他剛剛我講的那種 清稅的副作用 也會跟著降低 所以空屋屯地中的事情 也會開始減少 房價低價也會相對的 往下修正會比較快一點點 投機炒作那個幼衣 也會跟著慢慢降低 好 當然這就是我們 辯對到的是什麼 是我們對於這個國家 經濟選擇的路徑的問題 我們到底有對於不動產 這個東西 在台灣這個國家 我們到底要怎麼看待它 我們在國家的政策 對於住宅 或土地 或不動產 我們到底有沒有 政策上面的態度或觀念 還是說 反正大家愛怎麼玩 就怎麼玩 愛怎麼搞 就怎麼搞 這才是力點更上誠實 要思考的問題 其實後面的不是太重要 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說 我們對於不動產 住宅 或土地 我們真的把它當作 構成國家的一個最重要的基本要素 講說 構成國家幾個要素 叫做人民 土地侵權 OK 那我們對於土地 如果我們的基本 我們有一些叫做 土地基本法 或者我們在憲法裡面 對土地 這樣的資源 在東華民國 建立在台灣 您有一些 基本原則的宣誓 雖然我們的憲法裡面 好像有說一些 但是我們現在把裡面 說的那一些 其實已經 有點不合時宜 因為它叫做福職之耕農 要發展國家資本 節制私人資本 這是我們現在先把 一條文所講的事情 其實已經有點跟現實脫鉤了 但是到底我們的土地資源 不動產資源 這麼重要的這個資源 大家要知道 中華民國所有的財富 境內所有的財富裡面 有六到七成是屬於不動產 就是國家的總財富 OK 有六到七成是屬於不動產 所以說我們怎麼樣對於這樣的資源 特別是跟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資源 跟我們從事這所有的事情 都必然要連結在一起的資源 要不要給它有一個基本的態度 OK 來做國家發展的方向 然後呢 現在因為是穿著衣服改衣服 因為現在的問題政治有夠複雜 所以當然也不是說 我一次就要學共產黨一樣 現在搞革命關搞到到位很可能 你一定要尋去漸進 OK 但是這個尋去漸進的背後 其實我們不是只為了公平這兩個字 真的不是 因為如果只為了公平這兩個字的話 那公平之後又怎樣 其實公平的背後 其實是有效率的價值 我剛剛講 所以這個制度的改變 它不僅僅是讓所有 這些有永永共產的人 它對國家進到它比較多一點改 它該的科子 它讓資源 土地資源更有效的利用 它也可以讓這些 該投資到實質產業的資金 或資源能夠往實質產業走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讓房價下跌一點點 讓大家比較容易買得起 讓這個財富的分配 不要在不動產這個事情底下 變成一種階級的 劃分的變數 有房階級跟無房階級 我想過去這幾年就是這樣 特別在北台灣 你是有房子的家庭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其實你會看到更積極的面向 所以說 我們其實在面對這樣一個議題 其實是什麼 概念上它叫做 95%對向對方5%的議題 就是說 概念上 我們在對資產稅的改革 本質上是 我們對5%擁有最多房產的人 加比較多的稅 對於95%只有自己房產的人 我輕輕的加什麼 但是呢 在最後的結果 可能可以讓地方政府每人增加上千億的稅收 好 那這樣的事情到底該不該做 其實背後就涉及到 我們家政府的態度 雖然說確實沒有錯 大家現在地方產生困難 大家有些地方政府也有些迫切 也有些需要 但是呢 就有的私利或就有的思維都難存在 那所以說 其實 這樣一個事情 貝瑞就涉及到 他要這些地方首長或地方政府 他要繼續維繫在舊思維底下 以後還是繼續尋求 從中央政府給他協助 還是說他要去對不起一些有錢人 一些大裝甲 但是呢 我自己在地方尋求財政的更加自主 財政的改善更加地方自治的實現 確實沒有錯 他就是一個兩難 那當然這一考驗著 這些執政者 他到底 該死多少 沒有怎麼講 沒有錯 在台灣現階段還是有點點民寸 有點點不容易處理的話題 那只是說我們社會到底該不該多給這些 想要改變的人一點知識的力量 因為說真的 這個議題非常非常的正直 雖然說他很經濟很社會 但是他也非常非常的正直 好啦 其實後面大概我也簡單講一些 不動產稅改 應該怎樣來做的一些建議 所以最後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不動產稅改 它涉及到的層面很大 但是呢 其實如果你抓對了 抓到一些原則方向 你會發現到說 它其實跟那種 就是我剛剛講的 95%跟5%的那種關係的結構 那如果說我們的政府部門 我願意把這個概念 它對外講出來 就像我剛剛說 我要 我跟某個縣市請他算出來 不動產稅 我低價稅我加碼的置物是 但是其實呢 竟然有97%的家庭 增加的實質要增加的稅 少於一千塊一牛 那如果他願意用這樣的角度來論述的時候 其實地方政府的首長 是很敢才對 但是如果說他要講是說 哇 要加稅50% 老百姓不是罵死我了 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看你選擇哪一邊的講法 那重點是在說 當我們把這些各種角度的資訊 盡量的透明揭露之後 接下來就是讓 各個地方各首長自己去哪一天 你要站在哪一邊 你要站在哪一邊 你要站在正義的 還是過去繼續貪斷的那一邊 改革的還是反改革的 然後你要用什麼樣子的態度 來跟社會溝通 你是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這樣的改革看起來很重 實際上對多數人是輕輕的負擔 但是對於整個 縣市政府的財政改善很明顯 那對於 那3%或5% 加稅比較多的人 我必須要說 這是你們本來就應該 在對國家社會所該負的責任 只是過去我們的制度 其實對他們的苛責太強 那我們的政治官 政治的這些首長 有沒有人敢這樣講話 我覺得這就是有趣的事情 我們現在有段的事的嘗試去 遊說官說 去讓他們知道 其實是有些角度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覺得有沒有人可以打第一槍 我一直最近在試著 透過台北市政府 讓柯平先跳出來 或許他比較瘋比較趕 但是我不曉得 但是真的 很多東西的改變就是這樣 必須要真的是有 政治資源位置的人 他自己必須要做某種程度的犧牲 那很多這些改變真的才會發生 那這也是我們的無難 但是終究這些事情 我們不斷的了解 不斷的去討論 把更多的訊息 去把它揭露出來 我相信其實改革還是有希望 還是有機會的 那特別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 9個月、10個月、11個月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低價稅 就是公告低價跟公告限制 重新平定的時候 而且公告低價呢 每三年才重新平定一次 所以說未來這三個月 如果我們的公告低價 沒有做一定程度合理的修正的話 那下次機會是三年後 那如果這一次有做合理的修正的話 其實明年開始 剛剛講到的一些好處 一些改變 那就可以開始發生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等三年 這就是一個 有些事情還要看實際 所以說我們當然也期待 我們現在不斷 不斷的在遊說 各個地方政府 勇敢的面對 不斷產的稅基改革 特別是低價稅的改革 這個事情 那當然先講到這邊 讓大家了解 這是一個苛責的問題 這是一個開源的事情 這是一個對不動產全面改革的事情 以上跟我說過 謝謝 剛剛也謝謝黃伯斯 崇哲兄 剛剛兩位談得很精采 對不對 黃伯斯特別提到說 其實不動產的稅子 是更低伏的嗎 那要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 那為什麼不從財產稅裡面下手 從黃伯斯地下稅裡面下手 對不對地下稅 這幾個月內就要買了嗎 黃伯斯崇哲兄 剛剛也特別提到 地方政府的一些財政狀況 那有些部分是文化造成的 因為選舉文化 那這些政治人物就習慣 習慣開一些支票啦 那這些支票最後對線 就是付出財政的能量 在裡面想對線這些事情 那我想大家聽了這麼多 應該有一些想問的吧 我們有些問題要問他們 今天我有點失望 所謂失望的理由是看到台頭是好像講 關於跟希臘的問題 台灣的財政跟希臘的問題 看起來好像這方面都沒有touch到 第一個 老師touch到有點講公民參與 預算問題 因為大家也知道台灣的 deficit已經很高 你現在是往公民參與的要求去做 那不是不好嗎 我是覺得跟台頭之間 跟你想要勝定的台頭之間 還沒有那麼touch 那第二老師講的是有點像 如何去爭取更多的稅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美國的房子 我知道那個稅是多少 我自己很清楚 那這些都是 你講的都是對的 但是 我覺得是要往另外一個方向 因為今天如果你要講 債務問題跟希臘 好像又沒看到希臘到底怎麼樣 台灣到底怎麼樣之間的比較 對不起我這樣子的一個comment 那三年前 我寫了一篇文章 在小英跟論壇裡面 我跟我太太退休 一個人每一百九十萬 最高嘛 老保最高大概一百九十萬 四百萬 都到 我哥哥跟我二嫂 每天在家睡覺就是 剛那個 那老實講 月領七萬 睡覺七天 然後呢 週休七日 到他們死 他們退請四千到五千萬 我已經算過四千到五千萬 這很正常 大概 台灣有幾千萬 所以好幾年前 我對這個issue 事實上我一直在看那個問題 那 可是我今天沒有得到答案 因為我發覺 到底台灣跟希臘 比講起來是什麼 我想這邊有沒有得到這個答案 到底台灣市指數是八十 如果是希臘是一百的話 我們是八十還是七十還是六十還是五十 還是三十還是零 還是我們是幾個的 好像沒有看到 你們兩個任何康人 三個人在這邊 任何康人一個人上面 那 如何應該怎麼做 那因為這些問題 事實上 我的這個想法很久以後呢 變得是我自己去自益救濟 自己去看書 去想像 想像到最後 我把所有台灣財產 我都弄掉了 我沒有台幣了 我贏了 因為我對台幣已經沒有任何信心 就像你講的一樣 我已經離開台幣的這個範圍 所有的東西都被 等於是被另外一個貨幣做 另外貨幣又有另外國家風險 國家風險的想想 比如說你放美國 可能用美國國家風險 當然想看更遠 也不是在這個方面去討論 但是問題是今天如果要跟 我們這麼多老百姓去講這個東西 你沒有告訴他們說 台灣這個債務真的很危險到多危險 像我在基金會裡面做導覽 那個 政論基金會在導覽 我常常講就是要轉型正義 事實上這個東西也是轉型正義 我說如果今天像這些去 那個什麼 保羅密他爸爸不死了 又娶一個新老婆 40歲 他還可以領一半 一個月大概領個十幾萬 這個老婆都40歲 可以領到2050年60年 2060年 所有人都在當阿嬤 但是還在替1949年來台灣的這些人 負債 因為負債又負了一百年 他從1949年來台灣以後 我們搞到2050年這個債 我們還在負 那這種比喻就會說 每一個人很清楚說 啊 怎麼幹我怎麼這麼衰啊 1949年我還沒生過 已經開始負債 這個保羅密這個老婆 然後在2050年以後 他老婆還沒死 我還在負這個債 沒有幾個人知道 我問題是說沒有幾個人會知道這些 detail 但是我一直在想的問題是說 如果沒有把這個面向提出說 我們真的跟希臘已經差不多 80%差不多 60%差不多 很清楚的去告訴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不會care 因為就這樣講 政府的債好像不是我的事 我只要開了母親就好了 我printing母親打開就好了 反正希臘是因為有 有跟 國母借錢 他有日期2015年到期 他不還這個錢不行啊 台灣跟誰借錢啊 台灣因為沒有不用借錢 那就印鈔票就好了嘛 對不對 有點類似像美國 可能印鈔票越來越 越爽就好了 那因為沒有人借我們 你有聽過外債嗎 台灣有哪一個外債要借我們外債 因為不用外債也沒有外債 沒有人要借你嘛 你知道 那個希臘至少還可以 我借一個外債說 2018為止到時候要付多少錢 對不對 我準備付多少錢 所以這畫面當然更 detail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是希望說 如果能夠從另外一個angle去看 說我們到底都會嚴重到什麼層次 那這個層次之間又怎麼去解決 當然因為靠民進黨 我不是很 我沒有太多confidence 因為民進黨這個東西也不是太 如果說每一個老百姓都是公民 如果只是為了一個參議室的預算 還來得及嗎 因為那個東西是很 每一年的預算 能夠減少了 幅度非常小的 而是一種很大幅度的去 一種社會改革 類似這種 我們剛才講的 那種年輕的改革的這種 像我 我剛講的 一個四百萬 變成另外一對人是四千萬 一個從1949年 養到2050年的人 這種這些事情 是不是會 讓大家更了解說 我們的嚴重到 到什麼程度了 而去真的很 worry 所以我兒子結婚的時候 我跟我兒子講什麼 我建議你不要生小孩 是我建議他不要生小孩 我說你不要去 為這個國家 背負這種罪惡 我說這些罪惡是 上一代的造成 上幾代的造成 你為什麼會發生罪惡 背負這個罪惡 當然他最後沒有聽 但是他遺求了 我真的 我的想法是大概這些 好不好 再參考一下 前衛我要回答 但是我先稍微回答一下 好 沒關係 這位先生 好像也太類伴了 所以剛剛那叫他 還睡了 真的是什麼 沒有 我不一定是說 我先說清楚一點 我從希臘來講起 希臘之所以會發生債務危機 為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2019年那時候時光背景 因為整個學術去吃光玩笑 希臘剛好要換黨執政 換黨執政之後 他新的政黨去揭露了 舊的政黨所沒有揭露的財務資訊 也就是說 他認為舊的政府 為了讓希臘的債務成為外債 他到美國華爾街 那個高盛 幫他們做了一個 金融上面的包裝 去上市 他把他的債務資訊 揭露得很不完整 簡單講 講的更多一點 叫做 舊的政府 做得比較少 他讓財政辭職 負債 會變成我們的地步 他新的政府 一揭露之後 國際上買 希臘債券的人 會怎麼樣 立刻炮售這個債券 最後希臘債券的指令 一路標到最高四十五十五十六 也就是說 你借一塊錢 你電五塊錢利息 那希臘的政府 債務到齊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辦理新的取行還舊 我沒辦法再成功的借到錢 去還那舊的錢 那希臘政府怎麼辦 他至少跟IMF 跟歐盟 跟世界銀行 這個所謂三駕馬車 這三大組織去借錢 那去借錢的時候 這幾個世界的組織就懷疑說 希臘你不能這樣子 就要廣切行 你要去尊解你公務人員的待遇 你要去尊解你的社會福利的資助 因為 我是德國人 我們這些德國的央哈 我們這些德國人 過的生活沒有比希臘的人那麼好 你們實在過太好了 英國人每個人都罵他們 歐洲幾國 罵希臘、西班牙幾個國家都罵了 那他只好去刪解你他的社會福利的資助 那更為人大家詬病的地方 就是所謂國人的主力太好 很早退休 那時候有個數據 畢竟50歲就退休了 退休禁令的非常多 然後還有一個跟台灣很像 他們會搶替名護領 第13個月的退休金 一年不是只有十個月 十二個月 那為什麼還要領第13個月的退休金 那就跟我們的年終慰問金一樣 對不對 你退休了 那就代理人家給你一個年終獎金 那像我們的年終慰問金這樣一趕下來 就省掉了百億 那希臘還可以過去這樣子的數字 那剛剛這位朋友問問奧文說 那那時候的債務狀況是怎麼樣 我就有請胡兄剛剛在講的 如果用一個國家的債務 在貪GDP的比重 因為你是大個子 那你的負債可能可以多一點 因為你的所得會高啊 那GDP大概百英所得了吧 希臘那時候大概是150 160左右它爆了 那回過頭來看台灣 台灣也有嚴重的債務低伏的問題 我們常常說這個債務呢 是自強限的債務 以後有辦法賺錢去還回來 所以我們算在我的總負債裡面 我們常常說這個部分的債務呢 是一些原因 他講很多原因 就不是公共在法定義的債務 另外還有一塊 就這個如果照這個嚴格的定義的話 這一個的定義就是比較少的債務 我們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大概是 中央政府大概是五兆六千多億 那地方政府大概是八千到九千億 所以這樣才大概六兆 所以是七兆左右 那這樣的數字照比GDP的 比重看起來還不高 可是如果明白 那些年金啊 退休基金啊 以後你要付的啊 那你現在沒有付啊 沒有提供的啊 這些債務下去就說 所謂的潛場性負債 大概是十七兆左右 那這樣十七兆 現在七兆大概是十四兆 比例除以GDP 大概 跟西拉那時候 一百五、一百六 十%GDP的數字已經 差不了太多了 那再來 我們如果講到這個問題 政府曉得跟我們分享 剛剛最後一集有提到 因為西拉是借外債啊 所以人家會跟他求場啊 所以他會有取緝環就順利的問題啊 那我們都是內債啊 那我們不會有問題啊 這個講法到底對了不對了 我也不能等他真的出問題 可以問你看 他是會說的一本 可是我們去想像一個現象就是說 台灣的社會 台灣人的習慣是 儲蓄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包括民間的儲蓄啦 買壽閒的啦 這些民間的資金啊 那是過剩的 那政府有一個很強的財務確保的時候 這個民間當然把這個 政府的公債都買走 就NED掉 那如果有一天發現政府的債務 比你想像還要多 那我們要公債付我的利息 不是5%耶 我可能要他付20% 才能cover我的風險的耶 那這時候市場看 原來我有5%那個債務的人 他大概會炮手 這時候金融業會發生 資產價格順便減損 也就是說 有可能銀行業會受到起 對本土取消金融公報會起來 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只講說 是外債就會有問題 內債就不會出問題 內債造成你整個金融體系泡沫化的時候 那個問題 本土取消金融公報 恐怕沒有人會救你 剛剛陳瑞是創作人用講的 很排序 他講說 如果台灣出問題 誰會救我們 我想就是隔壁的老婆會救我們 發現把台灣買走 特別是當你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 我幫你把債務買走 比把你賺資產買走 要便宜很多 比如果武器打你 還要便宜很多 但這時候 你可能就像西亞這樣 你的財政主權要讓人家來 人家會控制你的財政支出 甚至更危險 如果未來 人民幣繼續搶 變成區域型的貨幣的話 你恐怕連貨幣權都要掌決 這兩大權利拿出之後 政府的功能剩下什麼 我想 那時候大概就很危險 所以這個整個問題是連動的 那我們今天製作也沒講太多 這有些是比較背景的介紹 或者說這個可能會適合另外改革 特別是剛剛看到年紀的問題 我想年紀的問題也是 包括大家都覺得公文很福利 可是我也不必去講 像勞保 勞保 這900多萬人 在勞保 勞保 勞退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勞退後來有新資 他是每個月就確認提供進去那一筆錢 但是勞退 勞保的部分 管不是退休息那一塊 是保險的那一塊 你那塊年齡化的那一塊 那部分也有交的少 有很多的問題 他的經費也是不夠的問題 那再加上我們本來的設計是說 工作的人口會跟 退休的人口差不多一定很低 所以工作的人口呢 就講保險費 那你現在退休的人 你就從裡面去理解 有這種味道 那這種味道的模式 遇到的條件就是 你的錢越來越多 因為老人化的社會 畢業很高 那再來勞職化 所以工作的人 你會去講保險費 人家越少 那這個財務就一直出問題 所以我必須講就是說 我們當然來勞職工人員的 退休的福利可能太好了 那工人員會說 這是我的保障啊 因為我們每個月 或是會有腳包熊費 你怎麼說 你知道 我必須講說這種模式 講一下就講一下 因為最後都沒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某個程度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 在講說要開念基層的模式 就是大家不要再各自 動員自己的選民 去挑活說 年齡化太多人太少 因為要改 大家都在一起改 像苗栗出問題就是這樣 最後 大家都得一起檢 那苗栗的問題 又有苗栗的特色了 我一起來講 不然 那個 苗栗就是說 他當然也是 在部分資訊界的問題 他負債很多 但他為了讓他負債的比例變低 他就去創造一些虛强的收入 包括支出 可能 讓他負債的比重下降 簡單講就是他 工作很大 把支出擴張得很厲害 那可是你實際上 他沒有這些現金收入 那沒有這些現金收入 的時候 我的支出規格都付出去 那你就只好靠吊座 這種吊座的精髓就是 假設 你是開一個 十間旅館的老闆 可是你要受死一個客人 那怎麼辦 你只要在第一間辦 第二間辦 第二間辦 第三間辦 第二間辦 第二間辦 第三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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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間辦 那第一間辦 第一間辦 到第一間的時候 你多收那一百零個客人 住去第一間房間 他已經要退房了 你就有更周轉的空間了 那靠這種調度 就是越晚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異高的難大 一百個房間 收一百零個客人 那你可不可以收一百零五個客人 收一百零十個客人 那秒一就是玩這個game 我就賺了 延緩支付的時間 就是那個 金錢的時間價值 我就在玩這種 調度的遊戲 那最後呢 看這些東西都玩到 爆的時候 就是我沒有現金了 所以工程廣發不出來 而且我也沒有現金了 連薪資也發不出來 所以這就是 連環抱也把他一直出問題 那為什麼還講苗衣這個故事 我發現中央政府 也有這個狀況 中央政府這幾年 財務的缺口 收入跟支出之間的 赤資時間越來越大 所以他只好怎麼樣 他說基地成長的狀況 其實還不錯 所以我運氣平等的 稅率會很高 然後稅出這麼多 那稅率也辦法拉到這麼多 拉到這麼多的時候 你發現很多稅率死下來 灌水的 根本沒辦法創造一個收入 譬如說 政府說 我手上還有一些公民事業的股票 或招工銀行的股票 或有福利銀行 或是軍庫啊 這些股票 我手上還有台積電的股票 然後我把它賣掉 那就可以從錢進來 創造稅率 問題是 這幾家公司的股票 他在賣的話 第一個像台積電 他可能每年的獲利很好 所以就把金額賣掉 明年你也收到子彈 殺機去罵 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我繼續賣股票 我甚至會把公司的基金全都 喪失掉 所以他還沒有賣股票 他沒有真的要賣股票 他只好把這個股票說 那我叫行政院開發基金來買 我叫退休基金來買 所以我還不好報認金額 這個時候的話就是 就是左手賣個右手 然後好像把 把大家的追求基金 當作財政化的提款金額 那你這樣玩個5%兆監 可能還不會出問題 玩到10%兆監 你可能這部車已經很危險了 那我們財政要繼續這樣 靠這種走轉的模式 在股票嗎 還是說我們反而 回過頭來去想一想說 哪邊的支出是沒有到 你要把它壓下來 哪邊的支出是讓它 你要把它壓下來 這個很多 因為最簡單的 算是政府用的費用一直在成長 那你加上法定的利物支出 用的費用 退伏基金的提供 這些叫一叫 就佔了政府預算來吸承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說 政府的財政貿易 好像沒什麼感覺 如果沒有引到政府的補助 那好像稅了 慢慢再轉越來回頭 那仔細看看 明年度的政府總預算 竟然捏一捏超過2兆 那政府佔用了整個經濟體系 這麼大的支援 可是它有解決我們的問題嗎 低薪還是低薪 過勞還是過勞 公司過賞還是公司過賞 房地產 價格飛漲 泡沫化的問題 還是都在 對不對 甚至你國家主權的問題 都讓我們很擔心 所以呢 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子 所以難怪 難怪會出問題 大家沒信心嗎 就是說這整個財政狀況 反映政府的問題 政府的財政管理能力 都讓我們覺得 laundry 爭論的時候 那這個財政的狀況 真的是 出了很大問題 而且我再強調也是 這個問題的徵兆都已經出來了 確定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就是被在佑的事 所以就是我們這一代 我們要面對的 沒辦法再問好允許 好 先講到這裡 谢谢 其实紧紧把 充得就完备了 我只是简单的报告说 希腊跟台湾的关系 其实我刚刚在讲 应该 本来在留 其实一直到现在 还是很多希腊人本身 不相信他们本身有财政问题 所以从他的公投结果 你就可以看到这件 他这本来不是他的错 整个国际游戏规则之下的产物 那台湾跟希腊有哪三点相像呢 第一个就是过于幽默的退休制度 那第二个刚刚紧紧的说明 就是做假照 第三个呢 我自己的讲解是 希腊是民族的发源地 台湾是亚洲民主的灯堂 是不是这种 民主的制度呢 在不完备的情况之下 没有像华老师讲的 把你的责任感担上去 你必须行使的权力 然后误以为有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或者是欧盟可以远远不进的群怀 那如果当你发现说你的豪宅 你为什么之所以豪宅 是因为整个社会有帮你盖捷运 当你知道信义线开通的时候 你本来房地产税就应该要有 工程授予券的态度 你本来就应该要负担那些税收 但是我们以前有的慢慢就没有认为 豪宅赚就是我在赚 小岁华老师讲说克责吗 我觉得有点我们的民主制度 在这一块上面 尤其在我们过去威权 然后我们大概会去了解说 税初所以我们要有免费的假牙 然后要有太没有效率的健保 然后把药物浪费 就是大家认为那些权力是我的 可是那些账单是只顺要买单 所以回过头来 我在讲这个是 从希腊跟台湾 我觉得都是对于这种民主的制度 对政府的态度 可能都要重新的定义 但是至于说又不生小孩 这个是 我觉得在乎很严重 但是我觉得台湾也没那么严重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 以前别人认为很做到的事情 我还记得那个 就担任台北市垃圾袋的嘛 阿美第一次做垃圾袋的时候 东西刚好是推垃圾袋失败 但是阿美这边开失败 马上就很高兴说这个就他推了 但很像没有太阳花等等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那么悲观 只是唤醒人民 那我们就是一个 我都常讲台湾人是最包容性的民主 因为921的时候我们捐款的比例对TPP最高 然后311大地震 我们也是国外捐最多 然后连中国温川 台湾也是捐最多 连海业 我们在跟它那个 渔船分争的时候 Fearly面海业 我们也是捐最多 所以台湾人才会孕育出所有磁剂 有什么这种材贴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是很包容性的 所以让更多人知道 改的机会还是很大 只要年轻能够改 然后不动产的这一块 不劳而过的慢慢的落实到说 大家可以被看到 我自己是认为小孩还是被生的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位 这位小姐先 好 大家会那位先生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回答 可以先问 今天我感觉听到 比较开心的就是说 真正的我们要感受到 债务不分难 债务也没有统突 债务就是在台湾 这个政府跟台湾人民 都共同承担 但是这个承担真的非常的沉重 包括我们看到里面的税务不公 然后这个退辅极致的不公平 军公教跟劳工 有900个劳工 他的退辅的债务是8兆 那80万个军公教 他们的退辅的债务也是8兆 一个是80万 一个是900万 那表示说 当军公教一餐可以吃100块的时候 老公只有40块可以吃 我想这个不过分 不过分 我想说 老公他要买这个便当 他真的要考虑买50块 每一餐他都要考虑我这个便当 我只能吃50块 但是50块跟100块还占二分之一 要说的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 普遍的存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尤其在年轻的世代里面 像最近可能各位有看到一个叫做 粉红收尸队 这粉红收尸队就是说 中国有非常不少量的 这个中国的女性到台湾来 然后专门找这个眷村里面的 老农民收尸 他快死了八九死了 然后死了以后 我们国家就要把这个老农民的一半的 对付的妻呢 给他养 假设他18岁来 他就要养他 养到他这个女生80岁或90岁 那他还可以再去嫁给别人 这个是事实啊 这个已经在媒体上面 各位已经看到很清楚 那还有更离谱的就是 其实我现在在市医院里面 当初一个工作 我自己手上接了一个 你们可能会觉得非常异谱的案子 有四个退休的老师 四个退休老师 为什么要重复的讲一遍 就是说他们在 因为他们退休金非常的多 而且来得非常的容易 他们就钱很多就在网路上 因为老师嘛 他们的世界其实叫做很单纯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义准的一群 他们在网路上参加一个叫做 网路博弈吸金会 然后呢 这四个老师总共投入了一千多万 那他们还不敢对外扑入 因为这一千多万来得太容易了 大家可能以前这十年以外 存的大概有一千多万 然后就算他没有了以后 因为他们都只有五十几岁 他再过十年他就有一千多万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一个月七万一年就一百万 那十年就一百 十年就一千万一千万 不就是 这么简单吗 就说媒体也有 最近也讲了一句话 我想各位都有看到就是 台湾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社会 就是非国民过得比国民还好 我刚刚说的都是国民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族群 另外一个族群 中国的学生来台湾每个月 他来台湾交换学生 每个月有三万 台湾的学生毕业 如果父母没有给你学费 你可能要负载四十万 我在立法院当了职工三年 我开始快要疯掉了 这个学生如果 有八成的学生是学贷的 这个学贷的学生 如果他贷了四十万或六十万 那他要平均要七年才能够还清 我想我们身边非常多这样的孩子 我非常的不忍 虽然我们很辛苦 不让我的孩子没有学费 但是我身边太多这样的孩子 这些现象 如果说我们都麻木不忍 我想台湾这个社会真的 真的就没有希望 但是很可能 很庆幸的 只有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 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这个 这个负担的沉重到 到这个快要负担不起 这样子 那这是我刚刚的感触 那我希望这些年轻人 都能够把自信化 当做广播战 就像我参加了一场 我就是这样子 当做广播战 去告诉你身边还不知道的人 我想这些媒体 我们简单看网都会看到 但是就是把它广播出去 然后另外我今天 那两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国家的预算 都是用GDP来衡量 我们明年会有多少的税度 所以来变这个预算 但是我们已经被这个GDP 骗了好多次了 从6点多的GDP调整 到了年底 就是说没有这么多GDP 因为很多资质的税入没有进来 从6点多变成3 然后到最后面 6点多还可以变1.9 那表示说 这个目的是要害谁 是要骗我们老板心中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税入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支出 但是结果没有了怎么办 要借钱啊 用子孙的债啊 就说刚刚也提到外债这件事情 我上一次我来听一场 就是在讲希腊的债 我想要讲说 我们没有外债 但是我们借的是子孙的债啊 只要有债就有债权人 跟有债务的人啊 我们的债务是我们的子孙啊 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外债呢 我每次听到说我们没有外债 我非常的生气 就说今天我们没有外债 但是我们产生的债务以后 就是对外厂长听到的 已经必正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当我们的债务 我们再相当不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对方在等待我们 来收刮我们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来统治我们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在市政府里面 我知道这个 现在柯文哲说 其实他的那个资本满盘 只有剩下百分之十二到十三 那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办法可以 比较好的建议 可以有什么改善 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 后面还有一位 谢谢 不好意思 主持人还有两位主讲今天 你们好 还有在座大家好 今天来参加 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公民平台 就蛮开心的 那最主要是 有几个议题 都跟我们蛮接近的 因为我是苗栗人 所以他就说 苗栗出生的 就是都很惨 我想 但是我很聪明 大概八年前 我就加入台北市 我就来台北市当中 这个市民 不知道是很坏的 那刚听到很多 大家对苗栗的看法 我也感受到 非常的强烈 那苗栗以前 就是通常 大家会知道 从台北往下一直开 它要清楚 大家忽然间 不照有苗栗 这个地方就到台中了 但最近 苗栗让大家 特别关注 当然也拜 留现场所致 他把苗栗做得 非常的响亮 但是 大家都觉得比较浮面 那 我觉得这个是 第一个跟今天有关系的 那苗栗 因为这样子 所以 我在上个月 就把我妈妈 在退休的时候 就把她 掉来当台北市民的 所以 所以我今天 跟苗栗 配情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 今天可能 待会有些问题 我要请教华博士 因为我刚好 就是 今天议题 有一次 所谓的 跟房地产有关的 刚好 就是本身 大概有十二年的时间 那我这边 是觉得说 其实 刚刚我只觉得说 房地产一定要具处正义 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说 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 产官 还有学者 还有一些 整个政治 应该国家的一些 工人 努力 把 就是去争议 把他给他 邀请献出来 但是当然 之前我 我觉得蛮奇怪的 我做共产这么久 我就发现 一直加税 房价就一直涨上去 设置税一下去 就涨上去 那到现在的 所谓的 即将到来的房地合一 终于看到 就是 房地产 主要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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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我也是觉得说 这一次的 房地合一 其实应该算是 有 开始有 成功的那种感觉 就是 好像我看到 就是有出乎的一个效果 但是 就我现在来看 就是 我本身 就是现在我看到 不动产的 就是现在的实际面 有些客户 他们买 國内的一些 售物的一些案子 就他买了 他可能买了 一亿资金的一个 总加一个案子 就他一开始 他要交屋 要两年后 到现在要交屋 他就不想交屋 那他会有 约金产生 那可能台南台南 可能要的位置 有一千多万 他可能就干脆 就台南才不一样 就赔了七百万 就走了 有些是这样子 那有些呢 就是 就是 他 客户是 他不交屋了 他就一直跟人介绍 如果 因为未来要交七岁 要交三趴 整个七岁 就是可能是 之前可能 如果说六七万的房子 可能交三四十万 二零七岁 但现在可以交三十百万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有些人 就是 只拖 但是拖这些人 当然 第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所谓 口袋破身 就是一般的人 之前的所谓菜籃主 逃投资客 那当然 刚好就打到这些人 打得很好啊 就大方就是 就不要断头这样子 但是这个就是 會衍生出一个东西 就是 社会问题 这是我看到 可能会有些社会问题 那当然我自己 从事不动产 除了国内以外 我朋友 走向国外 当然也拜之之所赐 我们国外的一些 不动产成交量 提升了很多 那 提升很多 当然是对 一家公司一家企业 当然他的 營业而提到了 但是对一个 国家的经济 还有一个 就是 应该说我们的 希望我们的 应该说我们的 紫金 都是留在台湾这个 方向又有点违背 甚至我们 有一些是法人的客户 他几乎台湾也找不到 投资表例 他直接就往外去 可能 好几百亿 好几十亿就出去 那我觉得这样子 是不是觉得说 我们在订订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 一些税改 就是有关 那些税改 他有 有评估到后面的 有可能看到的 我不想改革一定会有 增痛期 那些增痛期 都是我们 学者 城外学者说 原本就预不到的 那这些的话 如果说 他一直不断产生下去的话 然后那个 我们所有的金钱 一直往外流的话 那对我们国家的 应该说 所谓的 经济 还有未来 GDP 都不是一个 很好的现象 但是刚刚一直突然的提 房地产是什么 一个龙头的一个行业 那它什么 它是工需问题 因为盖房子 你只要想盖一个房子 盖起来 一开始就要建筑师 设计师 银件室 然后最后还有什么 可能还有要好 县政府要申请一些 可以 申请执照 建造这些的 包括之后还要 那个盖房子 要有工人 然后最后还要一些 什么 设计师 家电产品 哪支也都很多 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房地产都好的话 那这些 它会跟着一些效果 所以这是我觉得 看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说 如果说 不是在这边是专业的话 可以给我们一些 谢谢 然后那个小马公报一下 谢谢 那时间的话 其实我也就回答了 这两个问题 然后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 刚刚这位女士 问到预算 GDP 竞技场绿下修 或者资本 这个问题的情况 我是来回答 那 刚这位先生提到 如果房屋税 課得太重了 那在全球化里面 是不是就是 資金外野外游 那是不是 因为房屋税課太重 然后房地产的市场 整个crush掉的话 然后我们就失去了一个 很强烈的 内需产业的经济 然后 这么一种情况 就再回答 好不好 那就请 好 或是先开始 好 因为我们预算 它本身变列就需要时间 所以呢 因为我们像 现在要开始审的 100个月 现在要开始审的 民免图的预算 是今年的5月份 就开始筹编 然后8月份 还定案 然后很麻烦的就是 5月份呢 主机总处所 碰到的 台湾地基的经济成长率 是四小龙之首 还战战之行 没想到8月份呢 要地毯的时候才发现 哇 变成四小龙之末 所以呢 这个就是跟我们自己要 理财有点不太一样 今天 发现我们有景气不好的 我们可能也会 我们买车的行为啊 或等等的 可是预算呢 因为从第一年 我们叫预算年度 明年1月到12月份 要花多少钱呢 是在上一年度的5月 就要开始来做 尽管最后11月才决定 可是整个报告 就是从5月开始来天 然后我们也 真的很多东西 都会去依赖 我们未来的数据 像主机总处所公布的 GDP成长率等等 所以那天记者在问的时候 我也只能跟他讲 我们只能够期待 期待立法院的委员 他们 我不知道看得懂 看不懂啊 但是至少要多花一点心思 就是在今年度的预算审查 就像姐姐刚刚讲的 我们明年的1月 选丸就是Cancel NEC 到5月要交接给新的NEC 来做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部长们呢 有很多 不管明年哪一位女士当选总统 他担任部长的几率都很小 但是他却把所有的预算都编下去 而且编出有史以来最高两兆的预算 那换句话说明年的5月 新内阁上台之后 他如果碰到的景气不好 或者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他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弹性了 所以这一次的预算 我真的看他编得真的很紧张 因为等于明年度 新内阁上台就算要做什么事 也要等到后年度的预算 才能够去反应 台湾将用光转了两年 只是说我们现在的密法云 根本没有真的很用心 在看预算的财经议委 或是谁在看 所以这一块呢 我觉得最简单的 或者最直接的 还是从年金之间看 所以留一些年金去做 新一代的内阁或新一任总统 他的弹性 或者这一次的预算真的很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我觉得 责任内阁的一个态度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 从GDP来做 它是没办法 它一定有局限性 它编的时候又不能乱编 但是会 所以说虚裂 就是作假跟过分乐观 怎么样去画那条线 我自己的定义是 如果你明明知道它不会发生 那你还故意这样子写 说明年土生会收到三千亿 那这个也就是造假 有那么一丝机会 很乐观的去做 那这个也就是过度乐观 但是我们希望说 能够扎实的留任何机会 其实我会讲 那个三代未来都可以 其实政治应该要 越来越多的把它看长久 而不是只看能够平安下车 那这样子可能 有没有真的变出好的余生 这是我的回答 OK好 现在有问题 我想第一个先从你刚刚提到 你刚刚提到 加税之后房价一直涨 奢侈税的纪念 那你要知道 奢侈税是交易 买卖过程的时候 磕了税 所以说其实 当然就经济 财税的转嫁的理论 它本来就是会造成 架涨量数 自然而然的经济学能到 所以说磕奢侈税 会让房价下的人 如果也就有推论的话 叫做经济学会及格 当然 在那时候 让价格去向上 更重要的原因是 景济还在继续向上走 所以当大潮流 是在草车方向走的时候 其实你这些政策制度 片面的政策制度 是不可能去翻转大趋势 它只是让这个趋势 所以会造成人叠加 会造成人叠加 会造成人叠加 一定是景济版主 一定不是科奢侈税 当然 现在的房地合约 这个部分 其实它也是交易税 但是因为它还没有实施 再加上说 其实现在怎么是景济 所以景济现在往下值 所以说 其实有没有房地合约税 都一样 本家是必要往下值 这叫做自然而然 它就该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大佬刚刚讲到 那利得税 持有税又不一样 持有税不是交易的时候 科的税 是谁有房地产对神科的税 所以谁买 以后税就是找他 你像他 那买的人是会觉得 价格要跌一点 我才愿意买 对不对 所以说 持有税 它的加税 会让房价下跌 因为它跟交易税不一样 那是持有税 它的转价效 它不是转价效 它是资本化的效果 会让我们这个房价下跌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 因为市场常常都习惯 反正过去怎么扯 就继续讲下去 其实 背后都有它的经济学的道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说 比如说那个玉兽现在交屋 确实 今天交屋困难是因为 他就觉得 我宁愿断头 我也不要去勇 因为断头比较便宜 你真的把它扔下 交屋之后 也赔得更大 像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OK 但是市场上就是在搭 因为买卖双方都是玩家嘛 所以大家看市场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我觉得问题是在说 到时候是持有的 就是建商交屋交不掉之后 存货会更多 所以后续当然 对房价的压力越大 或者对资金人的中转性 或者厂商的流动性 会出问题 所以这是房地产 现在市场内部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存货 供给过剩 余物过多 以及衍生出来的 建商的流动性问题 这是房地产 自己内部的压力 OK 那这个时候 唯一的解套方式就是 你就可以移卖了 你就流动性就来了 一定竟在那边 对流动性不来 就压死自己而已 OK 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资金外游去台湾投资 没什么不好 因为那些钱 台灣也是在做乱而已 也是在炒作而已 那些钱在台湾干嘛 那不是让他去外国炒一炒 钱赚回来台湾花就好 对不对 去炒别人家 你赚钱回来台湾花嘛 那我觉得 合了合 你干嘛 说资金外游就好 一定得到 OK 因为进来的那些 就好像说 比资金减50% 降到10%的时候 进来一当这个资金 只是把台湾搞掉 那到底对台湾有什么贡献 OK M1 BM2 就是货币供给 快速的增加 到底对台湾贡献了什么 贡献了泡沫而已 OK 所以说 可能会去泡沫给别人 我们赚到钱回来 所以说有些时候 其实 也不一定要这么片面说 好像这些钱往外面投资 好像是活力的丧失 你要讲说 台湾派军队去攻打别人 工程略立去当海盗 抢到钱带回台湾 用这样的心态来理解 其实也是蛮快乐的 对不对 就不要说自己 自己从大乌国哪里 资金回来台湾 当海盗 掠夺台湾的资产 然后就带出去 其实那种资金回来才真的可怕 因为那时候也清兵入关了 对不对 我有些观念 其实大家可以重新思考 另外是火车头的概念 火车头产业的概念 营造业 我同意它具有火车头产业的概念 应该不叫火车头 它的产业观念比较强 它带动其他产业的关系比较多 但是其实就房地产业 就买卖房屋 这些东西 同一支炒作 其实在政府的研究报告就很清楚 它根本就没有带动别人产业的关系 它其实是被别人带动的 但是呢 所以说这种产业其实实质上 它并没有对中理经济太多直接的攻击 但是它出问题的时候 对中理经济的伤害却是很大的 所以这叫做 新给人的罗 半别赛盖房 是有这种特质 但是盖房子营造是有 那问题是在说 我现在over supply 所以你没办法再多盖 或者盖很多房子进入到市场里面去买 所以说唯一要做的 例如说我们在讲公共住宅或社会住宅 我继续盖 但是它不进入到买卖市场 它帮助到需要的人 那这就是 同样在经济上有创造产值的效果 但是它就不会去干扰到房地产市场 去恶化 反而又帮助到很多弱势了 也像银行的资金可以有些放弹的地方 大家不买房子 不建商不盖房子 让资金可以去盖社会住宅 那这叫做扩大内需的社会政策 我想说如果我们用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 你会看到 其实还蛮好玩的 好 好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也谢谢各位的参与 我想这个问题 以后晚上还能播 大概意猶未经 不过很好的开始就是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继续follow这个问题 那未来有机会 我们再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新闻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